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做的时候呢 我就会太偏实 就是我会偏在我想要做 对对对对 我不会全身做 没有啦 你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譬如说你今天做背 明天做的时候先来再来做脚 是分区域型的 但是你不要一只手就完全做一只手 我觉得我的观念错误 其实人体本身就有治愈能力嘛 那它其实是靠循环代谢的 那不是说它今天塞一个地方 表示其他没问题 一定是某些点出了问题 只是它显示出来塞在那里 那其实像我们做这个 不要说什么疗愈性 就是我们等于是帮你全身运动 等于有时候运动 健四度的运动就是可以健康 所以像有时候我如果做客人 不管他只是做局部 像有时候小哥那边 就会有做背的 那有的时候 那肩膀超痛的 就一直叫你揉肩膀 其实我不会 我还是要看他的点 我跟你说你是这边 撑住 所以你肩膀 会很紧 所以你要把下面放一放 再去放肩膀 你知道他已经 在这个点 聚集成一块 硬推 其他不动 那我们推那边 我说我们愿意走安全 健康的房子 也不要急的时候 马上就要好 所以我就按照 你不说不定 去摸摸摸摸摸摸 其实是反作用 所以你今天早上就来了 所以你今天早上就来了 我平常如果没有 没有事 我都会脚上来 然后 在这边有个习惯 他先会玩 哈哈 他现在还会玩 之前都 在那边都不喜欢动 他现在还会玩一天 你看 可爱 其实我看他在动很快 我觉得他来这边整个感觉又比较轻松 我最感动的是他的脸部的线条比较轻松 你要和缓 要和缓 他才会玩 比较和缓 之前在我们那边的养护所 住了七八个月 照理说 因为他习惯 对 但是他们帮她抱上抱下什么 她都会嗨了 现在这样的时间 有要下来走动吗 对啊 有 我来我都给她放在椅子上 然后帮她泡泡热水啊 吃个东西啊这样 那我们再来是一样就礼拜一还是 对一三五 我现在去跟他们问一下好了 问一下那个时间 还是等一下我们一起过去讲 这边有问水吗 等一下还是要给江南喝点水 对对对我都忘了 好我去准备 因为等一下喝一块还是给她喝点水 如果她要年轮会让她多排鲜液 对 因为她之前的泡泡热水一定会有累积一些药物 对 让她排掉 是 好我去准备温水来 好